五月是花莲县玉里镇大西瓜的盛产期 当地瓜农表示今年的西瓜品质真的很好 但因为受到地震造成的交通不便 让观光客大幅减少 只能靠网路销售 而运费成本有增加不少 而现在靠路边卖西瓜跟网路行销自救 期待能挽回一些心血 切开薄面里头果肉鲜红饱满 夏天要到了许多民众都会买上一颗西瓜 香甜多汁清凉又解渴 每年五月是玉里大西瓜的盛产期 不过在西瓜瓜农表示 今年的西瓜品质真的很好 但是没有想到先是遇到地震 造成交通不便 让观光客大幅减少 就是本地的 然后我们会靠宅配 尽量销售这样子 大部分还是靠外面的 他有网路上 或者市面上很多固定的客人 或者怎么样 他吃习惯花莲西瓜的 他就会再回来 他虽然人没办法来 可是他还是会利用宅配的方式 印象就是运输的部分成本会增加很多 因为他要绕到南回 然后到北部 所以他运输的成本会增加 玉里镇名代表吴欣文表示 玉里镇的西瓜真的是又大又香甜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花莲在地小农 让小农的农特产品顺利销售出去 外地的乌客也进不来花莲 所以造成我们这些农产品在推销 尤其是每年当季的农产品 推销都面临了很大的困境 那这一次刚好适逢到母亲节前夕 也是我们花莲 尤其是玉里地区最大中品质 最好的西瓜销售季 那这个时间刚好人又进不来 货又出去又很困难 那造成农民非常大的困扰 展元大西瓜是自产自销的第二代瓜农 每年都会在花莲域里种植数万棵的西瓜 他说明西瓜是一种高成本的作物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农业资财才能养得好 而且因应自然天候不同会造成短收 好一点的时候大概才能收成七八成 尽力宅配做网络销售 加上本地人的支持 预期还是可以慢慢卖完 期待能够挽回一些新鲜 记者高松霜 预理阵采访报道